小凯 小凯 大家可以叫我元月 因为那样比较萌 每次别人给我写那个小卡片 他写的名字是 千千小凯 然后他写王元 当时我就说 我说凤叫王元 另外叫我元月 因为那样比较萌 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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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夸张的一位 昨天差不多12点多时了 今天是8点 就暑假了嘛 然后活动就比较多 然后就要辛苦一点 特别明显 就是我们上升约课 那个麦克风的三个线 然后我们都 我们两个都站特别好 就看他一个人在中间 把电线这么烂 大家可以叫我元月 因为那样比较萌 每一次别人给我写那个小卡片 他写的名字是千千小卡 然后他写王元 当时我就当时我就说 我说宋叫王元 又要叫我元月 因为那样比较萌 小海的优点就是 有那种大根的担当 可以领着 然后 缺点就是 喜欢扔我的轻松手 然后 王元的优点就是 他是一个特别闹的人 然后走哪都特别开心 然后他的缺点就是 喜欢跟着王元凯 一起扔我的轻松手 嗯 小海 因为就 他经常在我面前睡觉 然后靠在车上就会 就能不能睡觉 然后睡姿也是 最夸张的以为 昨天差不多 十二点多时了 今天是八点 就暑假了嘛 然后活动就比较多 然后就要辛苦一点 特别明显 就是我们上升约课那个麦克风的三个线 然后我们都我们两个都站特别好 就看他一个人在中间把这线这么绕回来 绕出去 就必须把三个线码得特别急 就不能让他缠来一些 对 这个剧很乖呀 那样唱的 吃饭那个盒饭 应该是方方正正的 是吗 他就必须 就像摆俄罗斯方块一样 要给摆上 你才摆俄罗斯方块 他就去 我记得是谁给我说过 队长小凯是有处理做情节的 第二个贴 还好吧孩子 还好吧 感觉有被真的被电 电到了 表情表情表情 我这样完全拍不到